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灵奇啊 欢迎大家观看这次视频 我们继续来推这个sl啊 刚刚在那儿 研究一下那个 老山大师的那个 mode 怎么做 然后 对吧 那个 端午节的时候还言稍微又研究了一下 没没大点进展吧 反正 很烦啊 越研究越烦 所以我干脆来玩点别的玩点这个sl ok 不说了 今天继续推这sl 现在到了这个第4回合啊 就是这个 德军的 我把空调先关一下 到德军的第4回合了 对吧 把这个挪一下 ok 好 现在这个局势对苏军非常的不妙 苏军已经丢掉两个vp了 如果第4回合苏军再丢一个vp 并且 在苏第4就是在第4和苏军那个 苏军的第4个回合抢不回来的话 就是当整个双方第4回合结束的时候 如果苏军三个vp全丢的话 德军就直接胜利了 就不用看第五就不用看那个第五和第六回合了 那个 所以对于苏军来说还是很 嗯 现在很吃烈 两个vp都已经丢了 而且苏军现在因为 部队一个过少 第2个大量的部队在就是 有一半的部队 相当于是在在崩溃 没有没有 还没有恢复 对吧 因为德军是就不断的 向前进攻 让苏军那个就是部队没法恢复 导致这个苏军现在没有多余的兵力来去夺回这个丢掉的这个vp 啊 那就这样吧 我们先看吧 首先这个开始啊 先开始的话 德军回合着 这样的话 双方这个 啊 把这个ping标记给他弄掉 ok 可以 就是压制标记啊 定死标记弄掉 好 完了以后这个 德军有没有啊 德军就有一半有一半崩溃的部队在这 是吧 那么头一个恢复 恢复头 拔拔的话 房子可以提供减一是7啊 7等于7 那么就恢复啊 小于等于7就可以恢复 呃 反面 因为房屋可以提供一个加一啊 ok 那就恢复了 啊 减一说说减一 好 然后苏军这边都可以恢复 因为苏军这部队都是在有有这个排涨 ok 那么首先 这一班啊 这一班苏军来恢复一下 9啊 9加4 然后减2 这是个房屋 排涨 加2 那那那超过了 那只能把这个标记去掉 他不能恢复 好 这一班 7啊 那那也不行 那也只把这个DN标记去掉 他不能恢复 好 这边 11啊 那也不行 对吧 那苏军这一次啊 全部都恢复失败都不能 都没有恢复啊 只是把那个 啊 desperate moral 那个DN标记去掉了 没有没有恢复 好 然后还有苏军 还有修枪 啊 等一下 苏军啊 对双方都可以啊 投啊 这个修理武器都会投 苏军还要修这把机枪 来投一下 哦 投错了 是这个一个头子的 我用错了 哦 一 哦 可以了啊 这把机枪修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啊 苏军终于把这把机枪修好了 这个马克 马克钦 马克钦 马克钦被被苏军在这个这个准备阶段修好了 OK 那马克钦就好的话 德军其实要要 要突破这个 这个 这一道 这个道路啊 又困难一点了 虽然说突击工兵还是可以通过投烟尝试过去啊 但是就稍微困难一点 因为苏军又把马克钦的话 这个火力是 稍微是强了一点 对吧 因为 普通步行班只有四点火力嘛 马克钦一挺机枪就有四点火力 四点火力 对不对 相当于他的他的火力加倍了 OK 那还行 好的 让德军啊 这个恢复阶级之后 德军的这个准备火力阶段 好 准备火力阶段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这个机枪在这个喷火器射程之外 喷火器最后喷两格 所以不能喷 喷不到 啊 当然可以射击 当然是可以射击的 呃 呃 疲惫标记在移动回合会去掉 所以不用不用担心 那么德军首先这样 就是 这班部队是要移动了 这班重机枪 因为他已经打不到人了 他需要往前面挪了 我看挪到哪里比较合适 挪到这里或者这里都行 反正重机枪只要挪 移动了 还就不能开火 那就不能开火 或者让机枪移到这边来也可以 但是会要经过一个开阔地 可能会 可能会有危险 就把机枪是三 德军的机枪是三点重量啊 步兵刚好能够拿 对吧 还不需要排长帮忙就能够拿 所以不减移动力 那其实可以正常的跑过来 或者我们把机枪挪到这个位置 挪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比较好 这样的话 这边还可以 挪到这栋房子里面来 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这个 啊 这里达不到 只能控制到这个格子 然后还有 这个格子 啊 这达不到 这个格子可以达到 可以控制这两格子 这一块可以大概控制这么小一块地方 那么中级箱其实可以移动到这儿来 好 那现在先不管这个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 德军的话就要把苏军这些残余的部队清一清 然后把部队尽快的往这边走 把苏军从这边赶 赶到那边 赶到中间往两边 从两边往中间赶 那么首先是 看一下这个 那么表12加315的话 大不了16没有用 那么这三班步兵组成一个火力组 这班步兵是谁也打不到 现在 没有人能打到 打打不到任何单位 他不能打 这三班部队组成一个火力组 像这边射击就是12点火力 也就是8点 哎 不需要啊 12点哦 对12点火力 呃 加3的修正 perp file 往这个下面 ok 12点火力 加3的修正 来投一个 8 12点火力 8 啊 一个emc啊 这班数据要进行一个emc ok 是123455 5点啊 那小于6可以 那通过了 ok 那么轻机枪这三点火力还可以打一打 但是 但是 也可以不打了 但是他因为没有 但是他不能打这一半部队 呃 他只能打别的单位 呃 这样 机枪 机枪 像那个 这个格子的射击距离是够的啊 你看 6格 机枪是8格 3 2点火力值 对吧 他穿过来灌木丛需要加1 为什么啊 穿过两个灌木丛 这里一个灌木丛 穿两个灌木丛要加2 要加2 也就是说加5的伤害 那么加5的伤害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两点火力 加5 最多 最小头子数是2 也就是7 那不行 那没用 穿两个灌木丛那没用 我本来是想打一打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如果 是因为asl 它有一个规则啊 包括新手保有这个规则 就是当一般被崩溃的部队 他不管有没有 就即使他没有dm标记 对吧 在房子里面或者任何地方 他就是安全的地方 房子或者树林里面 等待恢复或者 就是有排长是否有排长都没关系 反正在等待恢复的时候 如果遭到火力打击 并且这个火力打击在最小值的时候 就是投出2嘛 两个一就是最小值嘛 最小值的时候 他仍要进行 moral check 就是 压而定死不算 就是他仍要进行这个士气检查的话 就比如说 他最小值要进行是普通士气检查 对吧 这是最差情况 当然可能还会更高 就是nmc以上 就是他当 这个火力对他进行攻击 投到最差的结果 他都要进 他会要进 如果投到最差结果 他要进行 一次nmc 就是说 就是不是最差结果 说错 最好结果 最好结果 他是至少嘛 我说错了 最好 就是他投到2 就是最好结果 最好结果的时候 然后加上修正啊 就是他投出2 然后加上剩下的那个加减的修正以后 他仍然要进行一次nmc以上的判定 那么这一班被压制的单位就要重新给一个dm标记 就是desperate moral 不管结果如何 这个在判定结果之前 先给他给上dm标记 完了以后再判定结果 因为dm标记他有一个 就是 他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这班部队会 就是他 他在这个 他在恢复的时候 他要加4 就是他那个值啊 大家之前已经直接看了 对 他要加4就更难恢复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持续压制dm的一个方法 对吧 当然dm标记有好的地方 就是拥有dm标记的单位 在撤退阶段可以进行移动 但是他如果已经处于房屋或者 树林里面 他就不能再移出来 就说如果这一班单位他有dm标记 那么他可以在这几个格子里面进行移动 在撤退的时候 反正是6点移动力 对吧 你自己分配 可以在里面在这里面打转 就是随便用你走 但是你不能出房子 因为他如果已经在房子里了 然后他这个房子 这个格子周围 临近地方也没有敌军单位 那么他就不能再出房子 因为他在掩体里面了 对吧 因为他就是被崩溃的部队 就是说他 他他他他切战了 已经就是被火力遭遇火力打击 已经被压制住了 就就就不敢不敢 不敢还击了 相当于是就就有点怕怕死 对吧 他肯定就不可能再往外跑 除非是就是他的房子 也就是有敌人 已经 冲到他临近的位置了 那么他必须要强制 要他撤退 对 要要远离这个敌人 就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 如果四面都是敌人 还是必须撤到下一个最近的 没有敌人的房子里面去 就这样 他 但是我刚刚主要是想机枪给他压制一下 但是机枪这个地方很尴尬 是因为他他从这往这射击穿过了两个灌木丛的格子 每穿过一个灌木丛格子就要加一 但是灌木丛本身如果部队在灌木丛里面 本身他是不提供掩护的 他这种是那种小灌木丛就就藏人藏不住 但是他能够 他如果在后面的话 你可能看看不太清 就这个意思 就是对方设计的时候 对吧 就你设计的时候可能看不太清 所以他加一 这样他加二 加二的话 那么最好结果他投出二的话 再加二就是 四 然后他房子还要加三 就是七 那么两点火力 因为他是三点火力嘛 没有三就是二 两点火力七的话 他最最好结果是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他就不需要放DN标记 那么其实 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因为两点火力去打一个 一个加五修正的 他加三加二加一加一嘛 加五修正单位 其实打不出什么东西来 就是说 他投投投投投不出什么 他他他最好结果都是 都是就是说他投到二都是无效的 那么这次设计其实没有必要 对吧 就你不管投什么都是无效的 就打打打不出伤害 那么他 他可以往其他部的设计 但是他但是这把机枪不能打这个了 不然的话 他们俩就必须要一起 算在一起 就是轻机枪的这个规则 就是当机枪和使用机枪的步兵班 攻击同一个 敌方单位的时候 他们必须作为一个火力组 当然有没有其他的无所谓 但是他们俩就是如果要打的话 就必须捆在一起 而刚刚我没有捆在一起 是因为 12点火力加三是15 到不了16 就这样这三点火力值实际上是浪费了 对吧 所以我就干脆不捆他 这样的话他还可以打别的 但是现在一看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可以打 捆不捆 是捆在一起 是是不是捆在一起 没有没有意义 OK 这边 这边是七点火力 就是六点火力值 六点火力值 打这个 打这个 这个征召兵 六点火力值加三修正走 使得那那那基本上是没没没东西 而且机枪连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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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 对吧 OK 过 好 那么这班机枪随便打了吧 打这一班兵吧 两点火力加三修正随便打了 连射也没通过 七的话那肯定也没了 加三修正那肯定也没了 OK 那把这个移到上面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要准备火力的 这一班部队等下我要往前冲 我不能够准备火力了 我他要挺挺进过来这门部队 他不能准备火力 这边的话 这班部队也要往这边挺 这边的话 这班部队也要往这边挺 那么 这个机枪和这个自弹兵准备火力 呃 我想一下 如果我 这班部队不往前冲的话 那喷火器在这个回合是没有用的 哦 我可以往下面走 对吧 我这班部队可以往下面走 到这个射程内再用喷火器 那可以 那这班自弹兵 呃 自弹兵 我想一下 自弹兵 自弹兵 自弹兵等会一起打好一些吧 我觉得要么等一下一起一起设计好一些吧 我觉得一起设计好一些 哦 但是苏军这个现在是防御阶段 是苏军先开火 是苏军先开火 马格兰是苏军先开火 可以 德军德军准备火力阶段结束 就这样 结束 ok 移动阶段 德军的移动阶段 首先 啊 移动阶段 那么把这个匹备表迹全部取消 对吧 这几个都是匹备 取消 ok 好 那么德军首先动这边 呃 首先动哪个 先动这个吧 这个 这两班部队 对吧 使用 我看一下 如果他们往前往这边走的话 那就是 会要遭受八点火力的攻击 八点火力 但是会要加三的修正 八点火力加三的修正 其实还好 并且有一个排长在这 其实还好 但他们往这边走的话 其实这个征兆兵倒是不足为惧 这样 德军用普通移动 两点到这个地方二 然后再四到这儿 这样走到这儿来 就这两个部队在一起行动 使用进攻移动 进攻移动 因为有排长 他的移动力变成六 进攻移动 到这个位置 呃 苏军 苏军 苏军不开火 这边也没有能开火的 这边征兆兵也不开火 OK 呃 这两个是一起走的 这个到这个位置 那么等会我们就直接冲进去进战 因为崩溃的单位是进战时候是不能进攻的 他只能防守 他只能防守 呃 哦 不对啊 等会别进战了 还是直接用枪打吧 他虽然他虽然不能进攻 但因为他他能防守 所以他对他里面这个 我看一下啊 他这边是 这是四点攻 四点火力值 呃 这个我先给他删掉啊 两点火力值 就是 六点 加排长一点是七点 七点火力值 这边是六点火力值 他防守的时候 其实他人还挺多的 我进战还不一定 就是虽然我不会输 因为他这个他不能进攻嘛 但是他防守我还我还我还打打不来过 就是 可能不能很快解决掉 得要僵持很久 对吧 万一僵持僵持他们输军突击队上来了 那那就完蛋了 因为进战的单位是 就是 如果单位处于进战 那么他们只有一种方 一种结果 就是必须要等进战结算完 那些单位才能做其他事情 就是只要进战不结算完 那个那个地方就一直 双方都不能动 不能做任何其他操作 包括崩溃的单位 也不能恢复 也不能 就是全部都不能动 就只能够不停的结算进战 直到一方胜出 要么就是一直永远僵持在那里 所以进战其实 你如果有有把握能打赢 还是可以冲上去进战 对吧 或者说防守方要拖时间可以进战 但是你作为进攻方的话 你要直接上去进战的话 反而给了苏军机会了 就 就你一直进战 苏军就相当于把你拖到这了 因为他虽然进攻 不能进攻 你看他这个火力防守 防守人数差不多是1比1 那 那就说你有一半的概率 1比1 我们看一下 1比1的话 你看要投到5以内 两个投子 12点 双方都有 都是减1的 就是减1的这个排长 所以他们加成是抵消的 两个投子 12点投子 你得要投到5以下 还一半也还不行 投6还不行 还一半也还还要少 对吧 因为这个 因为进战 在这个游戏机制里面 进战永远是对防守方有利的 所以 也不叫永远了 就是 大部分情况下 进战都是对防守方有利的 所以 对吧 很尴尬 那不能进战 只能够用枪打 在这里用枪打 不能重进去进战 进战的话 那苏军就笑死了 对吧 就把把你兵拖住了 相当于是 哦 对 这边要给两个DN标记了 因为这个德军贴上来了 苏军这个又又又又又撤慢了 对吧 哦 不用进战 因为在撤退阶段 苏军就要 这两班步兵就要撤出去 因为他这个临近的有德军 对吧 就把苏军赶走就行了 把苏军赶走就行了 把防 把防守方赶 赶跑就行了 不用 因为德军的任务是占领VP嘛 占领VP啊 不需要消灭太多有生力量 快速占领VP就生 调一下温度 空调 OK OK 那都不打 那德军移动混合结束啊 不不不不 还没有 这里 这班部队向 向第7位置投掷烟雾弹 来判定一下 4 4等于4 那投出来 只要小于等于这个就行 OK 德军这个 突击工兵啊 烟雾值 在这个场景里面变成了4以后 真的很好用 比美军烟雾值还高 他就是大量装备了烟雾弹 真的很好用 打烟这个是真的很好用 好 然后投出来了 完了以后 德军再使用2点 2点这个移动点数 正常移动 到这个烟雾弹里面 那么就是 苏军 射击啊 2点动 这班人可以打到 呃 这班人是打不到 OK 这班人可以打到 那么首先是 呃 他是普通移动 所以减减一 但是烟雾加二就是加一 四点 四点火力只加一的加一的修正 是八 那八什么事也没有 OK first spot 那么我们再打一轮 因为他是两点 他是用两点移动力的 再打一轮 就是两点火力只加一 走 七 八啊 那也没了 四点加一八都没了 OK 然后留一个剩余火力 有留两点剩余火力在这里 OK 其实没什么用 因为反正也不会在那走 OK 好 这边啊 这边移动 是吧 德军两点移动力 这班部队 回到这个阵线上来 好 苏军 苏军不开火 OK 德军这一座部队 使用这个 看眼啊 哦 刚刚不对啊 刚刚其实还不是 不是二 他这边射程是三格吧 对啊 那苏军要减半火力 那剩余火力只有一 并且刚刚那个 伤害 其实那那反正也没关系吧 也没打出伤害了 对吧 是更少的伤害 德军这班重机枪班其实可以往那边走 对 我看走到这儿来 哦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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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移动力 走到这个位置 进攻移动 苏军不开火 OK 好 然后德军这边 这班突击工兵向N7位置打烟 四点 OK 烟雾弹出来了 你看这个四点烟雾值真的好 这丢烟雾弹 好的 苏军不射击 好 突击工兵使用两点移动力 走到这个烟雾弹里面 哎 等一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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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冒险了 往这边打烟 不要往N7打烟 往N7打烟 太冒险了 你走到这个里面去 苏军是4-4 然后再巴掌加倍16点火力 扛不住的 16点火力支持这一排 你即使有一个加1的修正 也是很恐怖的 往下面丢烟 然后 走到这走到烟里面去 那么苏军 选择这个 等一下 苏军如果这个时候对他进行反应射击的话 是可以打两轮 但是这边的德军 因为他只要设计了以后 他就只能在 多少格一类设计 两格一类 倒是也可以打 加1的修正 但是他打完以后火力就减半了 而且机枪说不定 因为苏军的机枪连射很差 说不定机枪就不能射击了 那这边德军就可以 可以很方便的越过这个 这个这个道路 但苏军如果不打的话 那这边就等下挺进上来了 对吧 这是二选一 二选一了就是 不过工兵他不敢他推进的话 因为下一等下是苏军的回合 他推进的话 他不可能 德军肯定是不敢往这儿推 德军如果往这儿推的话 那么下个回合苏军的准备火力阶段 直接就射爆了 就也是临近 对吧 还不要准备火力阶段 等会就是防御火力阶段 就可以把防御火力还不一定 进攻火力阶段推进在这儿 推进过来以后 那下一个阶段 下个阶段准备火力阶段 就把他射爆了 对吧 那如果苏军不射击的话 那么德军这边的部阶可以 苏军如果射击 那么德军就可以 更加顺利的 德军可以从这儿过去 因为这个距离只有二 首次射击以后 他只能 他只能射击比二 二的距离更近的单位 那么德军可以走这个位置 穿过这条这条马路 这这条道路 就穿过去 所以这个时候苏军是不能射击的 苏军一旦射击 德军就可以从这儿 走这个N4这个格子 直接到M5 因为他只要射击了一轮 他就不能对二格以上的 因为这个距离是二 他就不能对二格以上的 任何地区单位进行反应射击了 但是如果苏军不射击的话 德军就不走这边了 对吧 这个就反正是苏军 现在是很尴尬 德军有主动权 OK 苏军不射击 那么德军这一座部队 作为一个整体 使用进攻移动 往这挪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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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使用了两点移动力 对吧 因为从那边到这儿了 苏军进行反应设计 进行那个防御设计 那么首先第一次设计 是八点火力值 然后加三的修正 那估计估计是没有机枪 没通过连射 九 九加三 一十二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就没事 那么苏军再进行一次设计 这个时候是机枪不能连射了 只有这个步兵班可以连射 就是两点火力值 加三的设计 那其实基本上没用了 那么投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肯定没用了 OK 好 那德军的移动结束 德军移动结束 这边要留那个剩余活力 但是移动结束了 所以无所谓 剩余活力都给删了 好 移动结束的话 那么首先这个烟雾全部散掉 烟雾弹 烟雾弹 它必须要手动删是吧 三个 好 防御火力阶段 苏军的防御火力阶段 那么苏军只剩下两班兵可以设计了 这一班兵 像 好的 先这班兵像这一舵德军射击 四点火力 加三修正 不对 加二修正 这里有个牌长 加三修正 牌长等下是做实际判定的 四点火力加三修正 7 好 一次定死的Pentas check OK 9 排长 9 那么牌长被 首先牌长排定 牌长被定死了 好 那牌长就不能给下面的其他单位进行那个判定了 OK 基金加成了 首先这一班自弹兵 7 7等于7 没有没问题 这一班自弹兵 10 那这班自弹兵也被定死了 这个 这班动员兵打的还不错 作为一班动员兵来说 再判 再来个判 再来个判 那这个判了 这个判了 这个没有判 这个没有判 但是排长判了 所以有一个 没事没事没事 排长判了没关系 只要没有被 没有被崩溃 其实判应该没关系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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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er lose Leader lose 什么 moral check 这个task check 应该 对对对 他只要排长崩溃的时候 才要进行这个额外检查 他被火力定死不算 好 那排长被定死了 然后这班部队被定死 这班部队没事 OK 好了他打完了 这一班部队 这一班步兵的话 向这个德军射击 这一班德军射击 4点火力加3修正 1013那没有了 那不用看了 没有了 ok好 然后是进攻火力阶段 德军的进攻火力阶段 那么首先结算最重要的吧 烹火器 首先上烹火器 12点火力 用两格射程 火力减半 射程加1 像这一般 速军射击 烹火器不能跟 他烹火器是跟即将是反的 烹火器不能够跟任何其他单位组成火力组 他只能独自射击 12点火力 然后没有修正 他无视防务修正 12点火力 走 8 8 12 8 EMC 6 6 6扛住了 苏军扛住了 那烹火器没了 烹火器是多少 它是乘10是吧 它是乘10点就是算算损坏是吧 它这边是 呃 8 8没事 那那还没有 这烹火器可以啊 这用了4个回合了 还没投出那个 还没有投出10以上的数字 就是没燃料没有用光 这烹火器可以 这烹火器真的可以 OK 然后是那剩下这 5加4加3对吧 12点火力 这三只不对 叠在一起 像 像这般 设计 12点火力 但这次是加3的修正 再来一次 6 7 8 11 那估计就很难了 没了 那没了 而且机枪连射也没了 OK 那没了 哦 不对啊 进攻火力阶段 火力要减半的呀 哦 对 火力还要减半的 烹火器好像不需要 看一下 frame drawers 烹火器的进攻火力阶段 火力不减半 你看火 fire power not half during the 8 对 对啊 他他他只是受那个退缩影响 但是火力不减半 但是其他的单位要火力要减半 也就是刚刚是6点火力值 啊 那那那那更加没了 对吧 投了数字很大 那没了 烹火器不不影响 烹火器本来就是进攻的装备 OK 好 这一班 图兵啊 德军的 对吧 是这个 刚其实不是6 刚刚要是7 因为但是约等于6吧 因为这个要加1 这个这个突击空兵是下化线 他有一种 这个是6 6点火力 哎 是吗 呃 这个是 对没错 这个是这个3.5的火力 也就是2点火力 随便打打吧 2点火力加3修正 7 10 对吧 随便打打吧 反正也没什么用 这边没什么用 好 这边的话 Leader Pan了 所以他不能够引导射击 那么就这里 9点火力 就8点火力值 8点火力值 我看这一下应该可以对这边设计了吧 哦 看不到 没事 没有视野 8点火力值 那就像这般征召兵设计吧 这般征召兵 哎 等一下 对这般设计 对下面这般设计 8点火力值 加3修正 12345 888 哦 不对 怎么又算8了 4点火力值 啊 不对 不是4点 44点 2加2.5 机枪不能开枪 机枪移动过了 只有2点火力 机枪不能开枪 机枪已经移动过了 2点火力值 进攻火力减慢 2点火力加3修正 刚刚投资多少 5 2点火力8 那就没有了 2点火力超过7就没了 OK OK 那这个 Final Fire Final Fire给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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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对 好 这里还一个4点火力 朝杂设计吧 2点火力 2点火力朝杂设计 随便打的 7 那也没有了 OK 这边 他也是2点火力 对那边设计 退缩 行 退缩 1点火力 5 Pentask 4 那啥事没有 这边 这边 这边来了 这边 这边是 他来引导 指导 这支设计 是这个 3.5的火力 今天要加倍 不对 不对 6点火力 进攻火力 这个加1 是要在所有的修正 全部算完的情况下 再加1 也就是他是2.5 然后临近单位加倍 变成5点 然后再加1 6点火力 然后一个简易的修正 然后那边是加加3的房屋 就变成加2 6点火力加2修正 投一次 再往里面打一打 退缩 有有有排长 有排长知道这支设计 所以不会退缩 6 8 6点火力8 Pentask 那就只有排长需要 这个崩溃的部队 就根本不用进行Pentask 去 9 8 9 好排长被Pent 了 排长被Pent 到了 排长被压制了 OK 那德军这个也完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标记都删了 Prep file 还有这个Defend file 都删了 OK 然后到这个撤退阶段 苏军有单位要撤退 德军这边都没有 只要被Pent 苏军有要撤退的 这些单位撤退的话 我看一眼 如果走 这是空地 从这跑过去 肯定会要被德军打 看都不用看 对吧 这种空旷地 你看都不要看 肯定会被德军打 没有任何遮拦 但是灌木丛算不算遮拦 查一下啊 我们查一下灌木丛这个地形 算不算遮拦 就是 嗯 哦 它不算是开阔地 那灌木丛是可以的 就是灌木丛 如果有灌木丛来遮挡 那后面的部队是可以跑步的 就不用爬 它逃兵啊 就要不就逃兵 溃兵是可以直接跑过去的 因为灌木丛 它这边不算是开阔地 就 不能够轻松的 不能够 像打靶子一样轻松射击 所以就可以跑过去 那么他们可以尝试跑一下 因为他们直接这样跑 只要他们只有一格 在这一格的时候 需要遭到 需要遭到这一班部队 这一班部队 这一班哦 他们有三班部队可以打到这个地点了 有点恐怖哎 这样的话 他们可以争取全部往这边跑 跑到这边去 因为这里已经守不住了 他们直接往里面冲 他必须要撤 跑到这儿去下个回合 还可以进行重新进行一次集结 在这个位置 但是问题就是要这边有三班德军可以打到这个格子 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这个格子的时候 每一个班都要进行三次 每一个班两个班嘛 都要进行三次那个判定 就是叫做 搜一下那个规则 先找到撤退那个 撤退那个那一节吧 Route 3.6 14页 嗯 哦,那这个格子也会出房 等一下,不能这样撤,因为离他最近的房子是这个,他们只能往这个房子撤 他们只能往这个房子撤,因为离他最近的是这个房子,不是那个,他不能往远的地方撤,他必须要往最近的房屋撤退 但是在最近的房屋里面,如果要连着的房子,你可以在里面动,但是就不能再出来了 他们只能往这个J8这个位置撤退 不能往那边撤,那往这边撤退的话,我不如爬一格,但是 嗯 爬一个的话,很快德军就会冲进来进站,把这个把这个排长解决掉 完了以后,剩下的人就DM消不掉 完了以后,剩下的人还要继续撤 那爬一个吧,但是往哪边爬,是往I8爬还是往I9爬都可以 有什么区别吗,I9的话 I9是不是,哦,I9他看不到 I9的话能看到人少一点,往I9爬吧 对吧 这班部队往,他们两班都往I9爬 爬一个,爬一个就不会触发那个,那个截流 那个截,就是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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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截,截截逃兵的那个截截逃,呃,溃逃部队的那个叫截流吧 爬一个,爬一个,往这爬一个 其他岛也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崩溃的,OK,那继续 推进阶段,推进阶段,这两班部队推一格,对吧 他们是用了4点移动力到这儿 再推进去是要用两格 所以他们俩都要用一个这个,疲惫 用完了,用光了移动力,疲惫 他也要往这里面推一格,同样也是疲惫 他的话往这边推一个,也是疲惫 然后这里面的部队 他往 他往这边推一个 放一个疲惫表记 那个工兵不动 把他们俩分散看 这样的话,这机枪 就避免他们万一被机枪打了以后 就一艺机枪压两班人 他们能够分散一下 这类型机枪因为分散一下 还有要推进的吗 应该没有了啊 哦,没有了,OK 那么 精湛阶段,OK,精湛阶段这里 呃 精湛阶段要加一减一啊,他们是疲惫 呃 但是 苏军这个牌掌是被pain了 所以这一半的活力值就是0.5 对吧,那他那他 进攻是0.5啊,防御还是还是用了一 防御还是一,他是进攻是要 用0.5啊,那就没有了,他不能进攻了 他不能进攻,他只能防御 因为小一了 然后这边是这个 哦,先要看那个,先要看他是冲进的房子 对面也是房子吧 他是从这边冲,冲进这种房子 先要看那个埋伏 谁,德军先投 6,6,苏军 2 苏军埋伏了德军 但是苏军因为有这个pain这个标记 这个定死标记 他他只有0.5的活力值,他不能打 0.5的活力值应该也可以打吧 算一下吧,还是算一下,0.5没算打,那苏军先结算吧 苏军而且投资数还可以减1,因为对面都是这个疲惫 德军是这个6点火力值,苏军是0.5 0.5比6就是1比112 1比112就是小于1比8 那苏军不用打了 因为苏军最低是投到2,2减1只能等于1 2减1只能等于1 而且对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排涨 排涨可以 排涨的话是可以 加1头子 就是抵消掉他这个这个这个疲惫的减1 啊,疲惫是两个疲惫啊,减2呢 减2,但是减2他他他能够变成减1嘛 那反正倒不了0,倒不了0 那不用投了,根本不用投,苏军即使埋伏了,但是也没有打不出伤害 好,德军的话是这个6点火力值 6比0,啊,苏军是1嘛 呃,防御还是用满火力值,6比1 但是,德军要加2投的,啊,苏军还得加,德军要加3投的 6比1,就是10以下,那德军要加3投的,投一下 那加3也过了,6啊 好,那苏军这个排长阵亡 对吧,那那这这这这他只有一个人,这边有一堆人,对吧,苏军排长阵亡,OK 好,这个竞争结算 好,到苏军的这个回复阶段了 那么首先啊,还是记得第一件事,把这个 突击队 对吧,判定突击队有没有到场,我喝口水 这下坏了 投了个5,突击队还是没到场,因为这是第4回合 他只要投到123都行,都行 投了5 他突击队还是没到场啊,坏了 援军为什么还不来 援军为什么还不来 疯了,已经要 好 那么首先恢复,这一班俗军恢复,投恢复投 5,5加,那可以了,那这班人恢复 德军的话应该没有吧,德军没有 德军没有 哎,那个PAN标记我又忘了,PAN标记是双方都要移除吗 还是只移除 某一方呢 我又忘记了 这在哪里来着 嗯 ,还没有 这在哪里有资计的保护 这在哪里有资计的保护 因为这样,我们已经没有资计的保护 我们的保护 然后是这个捡起地上的武器 OK 然后是修枪 OK 然后是正常秩序的部队可以互相换枪 OK 自行回复 OK 然后是排长排长回复 然后是这个 这个装甲的这个 这是什么玩意儿 就没有 移除DM标记 那PAN标记是什么情况 没关系 那PAN标记是什么情况 没有提到什么时候 我只提到他说是那个回合 那应该是指的整个回合吧 我觉得就是就是必须要到这个 没有说啊 找不到 他在那个 回合里面没有说pens标记是什么时候被拿掉的呀 坏了 应该是在回复阶段吧 我觉得 有点难找我现在我就暂时暂时先用那个吧暂时就是在恢复阶段拿掉pens标记是谁的恢复阶段就拿了谁pens标记吧 对吧 对吧也就是苏军苏军本来也没有pens标记德军的这个pens标记就就 德军的这个pens标记就就就不能拿就要到下个回合 ok 那么苏军这个恢复阶段 德军好像没有崩溃了所以这边不能不能恢复没有哦 苏军可以指定进行是自行恢复 这般步兵吧进行自行恢复试试看加五加五的修正其实很难加五的修正很难 哎他自行恢复周围有敌人能不能自行恢复 没说那就可以吧那那我就先自行恢复虽然概率也不是很大六六加五是那那不行不行ok 那不行 先把这个移动标记删一下搞久了又忘了 嗯还有谁 ok 好苏军的准备火力阶段准备火力阶段 我看苏军这番怎么怎么打要啊 只能死守这个点了但是这两门征召兵还不好撤下来 可以说是撤不下来只能在顶着了就 持持至一部分敌人的也不敢往这走他往这走的话就近战的话感觉打不过 就只能卡在这 这边的话这班部队肯定是等会要移动的 到 我还要么到这个位置了这个位置可以打他 可以打这个位置但是打不了这个 嗯或者到下面来 到下面的话那么上面这里就没防御了 没防备了 那就挺麻烦的这个这个这个事情还 这个到底到底把冰放在哪个位置冰冰力已经不够了 对吧态度的部队崩溃了 对吧态度的部队崩溃了 想一想 这班征召兵不能撤因为征召兵的射程很短只有两格 就这三门征召兵呢倒是能够刚好把这个这个这个街区这些地方看住 对吧如果这一班撤掉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漏洞了 好那么德军就可以从这直接跨过就很轻松的 因为征召兵你要打 打这个位置就三格以上就要减一半的活力 威胁就小了很多 就变成二的活力小了很多 那么他们直接就可以跨过来跨过这个街区 然后打近战的话就 风险就大了对吧 尽量把别人要挡到外面好一点 但是这边的话德军这三半部队过来以后 德军现在可以从下面进攻可以从这里进攻也可以 可以从这边进攻 又他可以从这打可以从这打可以从这打 有三种可能的进攻路线 但是只有两班兵就 就很尴尬 这样我先让这班部队 这一班部队进行是准备火力射击 先看能不能把这个把这个压制住 十点火力可能不到八点火力可能不太够 八点火力加三的修准的话 其实勉勉强强不是很够 看能不能运气好吧 这班如果把喷火器的单位 不一定要崩溃把它定死也行 定死的单位也不能够 但是下个回合就是德军回合定死标记就消掉了 那还必须得崩溃 要崩溃掉 这样的话崩溃了单位 因为他在崩溃单位 他不能够跟其他单位交换武器 这样的话就废掉了喷火器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有好打一点 我们试试看 那这班部队准备火力 朝这个房子射击 八点火力值 然后是加三的修正 哎呦你看这投的什么玩意 那就那就没有了 就就毫无意义 啊 那其他单位这些都动不了 嗯 我也不敢让他们动啊 能拖多就是多 但是啊 曾渊来这这一局主要苏军这个头子 曾渊来的太晚了 德军基本上都快把苏军合围了 曾渊来了 我觉得意义可能也不一定有很大 不过德军现在 倒是没有怎么对曾渊的方向进行 进行就是进行防守 比如说从这儿冲一般人可以直接冲进典礼 你看 他是他是他是他能看到这儿啊 看不到这儿 这边都看不到 他只能看到这儿 所以如果从这儿冲一般人出来可以直接冲进典礼 这是可以的 只不过可能要跟他这边爆发进去 或者从这儿冲一般人可以直接把他清掉 曾渊这边也是可以的 甚至从这儿冲一般人看能不能从这下面打打打过去 对吧 但是 出不来人 苏军的援军到不了 这边都快被合围了 嗯 还要不要准备火力 这边倒是可以打 但是这样打了以后这班人就没法动了 这个地方他他视野不好 视野不好 所以他肯定要动 这边这两班人肯定要动 这三班步兵 其实可以打一打 反正他们也不能动 准备火力打一打吧 这两班步兵集合在一起 向这一舵德军设计 8点火力 加3修正 12 那那那啥也没有 这个打这个 4点火力加3修正 哎不对 他们俩应该打这个 打下面这个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他们俩应该打这个 因为要把这班压制 这样这班人才有机会跑 只应该打下面这个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12什么也没发生了 这一班部队打打这个 拿机枪这个 4点火力加3修正 嗯也没有了 OK 苏军已经没什么事情 没什么能做的 移动阶段 那么 那么这班部队 这班步兵使用进攻移动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就能卡住这一点 这边 这边打不到 卡住这边 这边 这边打不到 你看这边打不到 嗯 嗯 但至少德军如果想从这边冲的话 我这边有班人在挡着 这样机枪压力小一点 不然的话 如果一挺机枪 这一班部队如果要看住这300人的话 压力有点太大了 打不过来的 他在这边帮忙看一下 然后德军 德军 两点是吧 他一过去是走了两点 看有谁能看到 德军可以设计 三 他看不到 那边看不到 那这班公民可以打两次 一次是五点三 呃四点火力 一次是两点火力 对吧 那打两次吧 那没关系 对吧 反正他这个这两个东西又不能一起用 对吧 然后 喷火器 喷火器好像是 也距离也不够 打两次吧 那就 直接放一个final fire 放在这里就行了 喷火器反正射成 喷火器要喷这个的 等会 OK 打两次 那么一次是四点火力 四七 Pentas check 七等于七没事发生 这两点火力 八 呃没了 OK 其他都没有视野 OK那过 防御火力 德军的防御火力阶段 那么首先还是这个 喷火器还是12点 对吧 再往这喷一次 七 七加七 不用加就是七 十二七 EMC 四啊那没关系 那这班人还是挺挺强的 这个喷火器一直烧 他们一直士气没有崩溃 还可以 一线不一般这个班还可以 OK那喷火器也喷完了 那么这一班 德军 六点火力 也是打这个房子里面 九 九 那没有了 连射也没有 OK 这一班 这一班德军好像谁也打不到 是吧 确实它只有四格射成 它能不能打到这个地方 可以 这边也可以 那现在它 现在这边打吧 四点火力 对吧 打这儿 7 Pentas 那没用 对吧 他们都已经崩溃了 那Pen是没有用的 OK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一班 近战加倍 十点火力 打这一朵 速军 而且还是一个减一的头子 他这个排长来来引到 9 9 8点火力9 Pentas 哇靠 射击技术不太行 或者说苏军藏的比较好 爬爬的比较死 这个这一班应该谁看不到 对吧 看不到 好德军这边的话 逐步逐步的来清理这些地方 我感觉 这边是都能看到它吗 不行 都能看到它吗 好像是可以 都能看到它的话就是 就是多少 4624 24加6 30 30加5 35点火力 那可以不算机枪 30点 因为溢出了 多了5点 12345 对吧 6 4624 24加2把清机枪 30点火力 哎 30点火力 打这一班征召兵 30点火力加3的修正 30点火力啊 这个跟炸药包是一样的 这个火力组的射击 6 9 2mc 好 这是那边2mc 我的天 什么 什么战神 扛住了 扛住了 没有崩溃 30点火力 所以啊 德军用了一个跟炸 炸药包一样强的这个火力组的射击 对吧 哦 但是但是机枪通过联射了 德军的机枪通过联射了 步兵班倒是全部都final file 哦 没有30点火力了 刚刚 他有一个pan的 那就还得加上这把机枪才有30点火力 那机枪反正通过联射了 对吧 因为他这里有个pan的就减2点火力啊 只有2828要加这个5点 也就是 反正要加这个机枪才行 但是反正也通过联射判定 因为这个彩色黄色黄色头子是1 就机枪联射都过了 30点火力扛住了 我上什么什么 什么战胜好 那么这个牌长啊被pan了 所以他不能引导射击 那么三把机枪 这把机枪打这个 4点火力打这个 只能分开打了 哎 这两把机枪可以激活 这两把机枪是临近单位 哦 不对啊 这把机枪不能打他了 那没事他们两个机枪加在一起 就是8点火力 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 8点火力加三修正走 9 pantask check 666没事 哎呦 苏军这个 这个回合表现还可以啊 这征召兵 哇靠 你看那一线步兵班也没有在滑水 一线步兵班打的也很猛 这个扛喷火器扛住了 哇 征召兵扛 扛正面德军的那个自弹兵火力也扛住了 啊 德军而且连射已经没了 要final five给他移上去 OK 他这个 moved 连射连射这边判定也也也也没过啊 只剩下这个三点火力三点火力就两点火力 那就 那只能打这个 打一打对面这个 没什么看头 这个两点火力的话 你打不动了 也连射也也也通也也没通过 OK 那这一下看起来苏军这个 扛住了 他征召兵 对吧 这两班 特别是这一班 30点火力 2mc 2mc 投个2出来 不过德军打的也 也不算差吧 投了6 6加39 39 就是2mc 他有房子 因为他本来应该是 k k4mc 就是一个 一个简元再加上一个4 4.mc的 对吧 那即使是简元4.mc 那他也是被 被定死也没有崩溃 对吧 他投出2的话 哇靠 什么什么什么战 哇操 这 这个这一回合 这这苏军这个 头子投得很好啊 投得很好 扛住了扛住了 对吧 正面如果崩掉的话 这边如果有一两班 部队崩掉的话 德军这边就有空隙了 比如说假如这一班部队崩了 那么苏军你看打这就要三可啊 这还好还好还能扛住 但是两班兵的话 我估计德军可以强行冲 如果德军有一班 苏军有一班不得崩了德 我作为德军我其实可以考虑直接强冲 因为你苏军防不过来的 你一个班 最多对吧 打两次以后就变成了那个最终 自卫火力最终自卫火力 就是你每次设计都要进行一次实际判定了 对吧 就是相当于你每次开始火 你自己要进行一次实际判定 两班部队应该是扛应该是扛不住这么多人的 就可以硬冲了 三班可能还有还能够 因为一般不应班盯两班德军嘛 然后又是德军要往前冲的话 又是这个就近战相对是 基本上算是就距离很近对吧 还是有优势可以顶住 但是如果有一两班部队崩完了 德军就可以强冲了 正面这边一崩溃的话呢 苏军基本上就完完了 对吧 那这个地方扛住了 那么苏军又可以多一个回合 对吧 那么就是第五回合 德军可能还不一定能打得进去 如果苏军刚刚这边前线崩掉了 那么第五回合 德军就可以尝试从正面 正面开始施压 这样的话一和 这边和这边一和把这边掐断 对吧 这边的部队就先正在顶着 就预防苏军的预备队 这两班部队从这一和 把这个点一战 德军就能 第五回合说不定就能胜利 但是现在的话 看起来的话 要拖到第六个回合 看起来啊 好 然后现在是过了 防御火力打完了 进攻火力结战 进攻火力 苏联只有一班兵 而且只有三点火力 也就是两点火力值 那随便打打吧 但是我其实我都不想打 别打吧 把打的打的要投出十一枪 要坏了 因为你说三点火力去打一个加三的 就两点火力啊 用他这三点 两点火力打一个加三的房子 基本上打不出东西来 而且万一投出 哦 其实要投出十一好像也挺难的 对吧 有十二分之有六分之一的概率 对吧 十一十二投到十一十二枪就会坏 六分之一的概率会坏 然后加三的话 那么从五开始 那么要么就是NMC 要么就是PTC 也是六分之一的概率能打出 那别打了 别打了 我们不打了 别别开枪 别把枪等下又玩坏了 好那苏联只能进攻火力 好 然后撤退阶段 那么德军在这边也很差 他临近 对吧 贴着格子都没能够对这边造成伤害 Pentas check的话 他就是忽略嘛 那么苏军继续使用爬行爬一格爬到 哦 不用爬了 苏军 苏军可以一路跑到这个格子来 但是这个房子其实不安全 跑到这里来的话 这边确实打不到 但是 这里是可以打到的 因为这个格子的中心是这个点 也就是说这座房子是能够看到这里的 当然这座房子 他不能看到这 对吧 他他看不到这 但是这边能看到这 他能看到这 这边又不能走 只能停在这或者这 只能选一个 那么德军其实可以从这过来 所以但是德军从这过来的话 哦 从这过来的话我的征召兵可以从这后面设计 虽然 虽然要三格的话有点 火力会减弱 这边打呢 这边打要五格 那火力还是减弱 而且这边打灌木虫太多了吧 穿两个灌木虫 德军其实还是可以从这儿冲的 对吧 只是说 这边开火的话 他会变成两点火力值 但是也不一定 对吧 那我撤到这个位置来 我撤到这个位置 我就撤一个 撤到这个位置来 对我就撤到这个位置来 等会如果要再要撤退的话 我就从灌木虫这撤退 一个两个 啊不对不对 他往这儿撤是吧 等会要撤的话 一个 两个 三 撤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就顶多在这个地方 或者遭遇一次设计 狂奔只能狂奔过去了 在这儿 撤到这儿 部队撤到这儿 好撤退结束 推进阶段 这个苏军的推进阶段 没什么好推的 不推不推没有推的 进战阶段没有进战 ok 那这期也完了 到第五回合了 下期第五回合 那这期的话 怎么说呢 德军对吧 进一步的从两面施压 基本上是往下走 对吧 往南面走 这样苏军基本上要被合围了 南面只剩下这种被崩溃 在逃命的 这个溃兵了 对吧 但但是苏 德军这个进展还是不错 但是问题是他这个正面啊 没有打穿 对吧 苏军这三班征召兵了 对吧 本来 没记得没有给什么 没有 就是基本上没做什么希望 但是结果 对吧 令人刮目一下看 征召兵扛住了 对吧 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他打出什么输出 对吧 他们也确实没有打出什么输出 但是他起码扛住了 对吧 就跟英雄连里面那个苏军的动员兵 那个征召兵一样 对吧 是的 打枪是真不行 对吧 输出是真不行 扛线是真可以 而且还便宜 就在前面挨炮战挨枪子就行了 反正也便宜 然后 对吧 就就就 你只要人顶在那儿 别人也不敢随便乱冲 对吧 所以这个确实这个征召兵确实有 有点的味了 就是我扛了前面 反正就是挨挨枪子 你德军也不敢往前走 你要往前走 我近战的话 八点八点火力只还是 还是有 还是不能小觑的 对吧 还是有威慑里的 你要跟我 你要跟我那个打近战 就是呃 凌近距离这个 凌近格子对射的话 我八点火力只跟你德军不相上下 对吧 你德军也是八 你其实这种距离德军也是四 对吧 不相上下 而且这个 怎么说 你如果跟我打近战的话 那那我更开心了 对吧 这个火力只是一样的 打近战就是拖你时间 对 动员兵这个这个 其实布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德军反而是这个布置有问题 最开始的就是 制弹兵啊全部 因为我想的是很好 就是两边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突击工兵 因为是 因为这个图是苏军防守 防守方先布阵 然后进攻方在 防守方先布置 然后再次进攻方布置 然后进攻方先动 对吧 那么其实德军看到苏军这个布置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布置有问题 我在这个突击工兵 后面应该要放一两班制弹兵 这样他们攻破以后 制弹兵可以过来接替突击工兵的位置 突击工兵就能够继续往前打 对吧 而中间其实不用放这么多人 中间只要跟制弹 跟这些 中间只要跟这些动员兵对射就行了 对吧 让动员兵也不敢随便乱跑 这样因为动员兵你看 如果出来 我中间就能够压上来 就只要构成一定的威胁 而不要像现在这样 把所有大部分制弹兵 你看除了一班制弹兵在这里以外 基本上 七班制弹兵里面有六班制弹兵 全部在正面 包括轻重机场全部在正面 导致正面我也打不 我我突破不了德军 突破不了这里 你看几个回合了 对射几个回合了 一直在对射 就没有进展 而两侧德军的兵力 虽然苏军兵力不足 但是德军的兵力也没有 没有到那么大优势 就是你看这种地方 对吧 已经 就其实也就三对兵 也不太好进攻 苏军这边部队恢复以后 你还不太 苏军还不太好 德军还不太好选择进攻的方向 对吧 这兵力也没有多到那种情况 就是只说稍微有一点优势 还没有 没有那么多优势 对吧 而且这种部队如果不崩 苏军部队如果不崩溃的话 德军部队其实还不太好 跟他去贴 因为你看我说八点火力 还是有点威慑的 你要去硬贴的话 其实这一般突击公民 倒是我准备下个回合 可能会要往上贴 就是从下面往上打了 但是你看八点火力 即使你有加三的修正 对吧 那也是正常情况下没伤害 只要运气好一点 他就会有伤害 对吧 还是还是但是从房子里贴 可能还是好一点 对吧 这种比从道路上贴呢 道路上贴呢太恐怖了 从房子里贴可能还好一点 对吧 那那这边的话 就看这班德军 从这里 从这边往上贴了 只能是这样 嗯 那这期先这样吧 但是我感觉这班部队 其实很尴尬 我不走上面吧 那么德军可以从上面这样绕过来 然后从房子里面这样打进来 如果我不走下面吧 那么德军从这贴的时候 只要他可以对付 没有额外的 额外的火力来帮他应付下面的情况 因为下面这是房子 对吧 他从这贴过来 虽然他16点火力 但是有加三的修正 不过16点火力加三的修正 16点火力也很恐怖 正常投就能够投出世纪判定 对吧 那这班德军还 这班德军还不一定 对吧 但是总比还是那句话 总比道路上贴要好 对吧 说不定 道路上贴呢 就是送 这种道路上即使打了烟 打了烟也就加两点嘛 然后道路你这个 打烟 你自己如果是自己冲的话 那么就 你就不能用进攻移动 不能进攻移动的话 那就是要减一 那么就烟雾只能提供加一的 这个加一的修正 那你这个16点火力 对吧 这是一体马克轻 这是一体马克轻 虽然他可能第一次 就是那个设计啊 就是第一 就是说第一轮设计 可能就 因为他连续设计的只很 很拉对吧 数据只要二 可能通不过连续设计 但是 但是 对吧 而且即使 机枪通过连续设计啊 他这个 如果在同一回合 你继续让他设计的话 他的这个损坏值会要降了 有个规则的我记得 我们搜一下这个 Machine guns Mg 你好这个 你看这个就是第二次设计和最终火力设计的时候 嗯 他这个损坏值要 你再往下减二 嗯 并且这个 并且如果他 他这个投出来的火力的这个火力值大于他原本的那个就是减二之前的那个值的话机枪就是直接损坏 就是他即使是通过了这个哎 他等一下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第二次和最终射击机枪是不用不用判定连射吗 哦 要判定连射 他即使通过了连射啊 他即使通过了连续射击 但是在防御的时候 对吧 机枪通过连射击他也会也也也也会有那个就是 呃 可损坏的这种可能性啊 这个这个设置的话会不会有点 啊嘛 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就是这样吧 那就这样 因为机枪这个因为时间 因为 可能就是为了 说明他这个每个回合时间很短嘛 机枪不能设计那么多次 是吧 不知道 对吧 这个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设置 那反正就这样吧 那这期就先到这吧 那感谢大家观看这视频 我是林奇 我们下期再见